你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其实在美国有许多人都热衷中文教育 当然也有很多人热衷中文教学 可是说实话 到底学习中文在美国来说 这个趋势到底是有增无减 还是慢慢在减少了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其实在美国学中文 它的趋势到底如何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帕萨丁娜市立学院中文组的组长 同时也是南加州中文教师学会的会长 Cathy Way 为教师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神小姐您好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学中文 接着呢为大家介绍的是 Field Elementary 也就是Teacher of Special Assignment的资源教师 老师这个都是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都号称是中国热 那中文应该是大家都要学的 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会 好像大学的人数就变少了 我们后来想一下 有可能是因为高中啊 高中的那个课程现在非常蓬勃嘛 还有AP的课程 所以有很多的家长除了在周末 从前是周末的课程以外 现在是正规的要上中文课 所以就人数就开始都在那儿学了 那么大学的一年级二年级的课程 好像就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需要 另外一方面就是 很多人希望说到国外去学 到国外去学 直接到 直接到那儿学 所以他们也许就没有那个需求 说希望能够在大学学 最后一个还有个可能 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学 有很多的课程 或许会不会是 这些家长们就开始 从小开始学起 所以在大一大二这种 所谓比较初级的课程 可能就人数比较降低 我们在想会不会是个原因 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也有一位就是在小学 教中文的詹老师 所以詹老师 其实你在Fill Elementary 您是做Teacher of Special Assignment 资源教师 可以我们跟我们解释一下 资源教师这个名词 是怎么来的 又是在大概做什么样的事情 OK 好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小学老师 然后做了几年以后 发现我们学校 非常需要很多不一样的资源 然后也需要很多不同的课本 需要研究 也需要很多新的老师进来 也需要有老师去支援他们 所以后来就决定 有这个职位 资源教师来帮助新的老师 还有帮助做一些research 看看有什么中文的课本 然后再看看可不可以招更多的老师 来到我们的学校 OK 所以一刚开始您是一位 教中文的老师 就是在Fill Elementary School里面 可是后来您发现到 教师资源可能不太足够 然后教学教材可能也不太足够 自然而然可能就有一个 要领头的这个领头羊 那继续教材更充足一点 然后师资也补强 是的 所以魏老师我想先请问一下 其实在美国学中文的人 他的数字是越来多还是越来越少呢 因为其实现在说实话 小学也可以学中文了 然后高中也可以学中文了 那Statary Chinese School 也是可以学中文 在这样的情形比较之下 真的要学这么多中文吗 还是我们择一其可 不是 事实上现在 如果我们真正是在做所有的统计 其实中文的这个中文热 其实还是往上扬的 还是上涨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有很多人从小开始开始学起 那么虽然是这样子 我们个人是觉得 中文究竟还是现在最重要的语言之一 那么如果说小孩子在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中文 就跟我们当初是在中文学校 学中文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在高中 或者从我们到大学 更是择无旁贷地 希望他们能够再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 还有学习语言 将来的时候能够在工作方面 在学习方面能够学以致用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 事实上是在我们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讲 现在正是需要思考的这个方向了 所以其实现在所有的中国日 还是在继续持续发酵当中 只是年龄有所下降 大家反而觉得越小学习中文 反而他的吸收能力可能会更快 张老师您是身力其境 直接上战场 直接第一战线的人 所以那您在教中文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什么样的教法 是最能够吸引小朋友 或者是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年纪越小 越多人家长要把他们放到我们学校来 所以从现在我们幼儿园就已经扩展到有四班 然后就整个学校已经变成一个请城市中文学校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就是要非常的活泼 因为这些小孩子他们的没办法坐在那里听你讲课讲那么久 所以我们老师 尤其是诱人的老师特别辛苦 所以大概五分钟我们就要跳跳舞动一动 所以儿歌也要放进去 然后一些文化教学也要放进去 还有就是拿很多玩偶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OK 所以情境式的教学法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你要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让小朋友很喜欢你之后 然后再进去听你想要讲什么 当然这是小学生的教法 那我们再回到魏老师这边 其实小学生的教法当然是以吸引他为主 情境式的教学法 可是到高中生你不可能再跟他五分钟再继续跳一下了 对不对 高中生也许还要再面临SAT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学习中文 事实上他们在高中跟大学 我们事实上也有需要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学生能够实际的能够操纵他的语言 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除了说是一些像唱歌啦 学习这些 你刚才说的像唐诗啊读诵诗词以外 事实上我们比较属于学语致用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常常有一些文化的一些案例 让或者是说一些实际的一些活动 让学生呢能够非常实际的能够操纵他们的这个语言 像是打比方啦有些人就是在初级的我们学好了一些基本的一些语法以后我们可能就会让学生说你就开始这个到商店去买个什么东西那这是非常实用的 或者是说他们在大学了以后可能正高一点的这个语言能力了 可能看到当代现在目前的一些情况 那么也许是政治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会问一些比较属于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让他们自己真正去想他们该怎么做的这些语言 学以致用 能够真正的就是把他们的语言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运用 这些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计划啦 案例呀所做的事 像是我知道像前一阵子我们在听高中老师讲 他们都在讲现在的环保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的情况有这个空气的污染 你会怎么做 因为LA是最糟糕空气的地方 那这些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 不但是复习他们重新在这个小一点的时候学习的基本的语言 同时能够把这些语言真正的实际在现场 这个实际的情况之下能够做语言的操练 那么这个方面来讲可以帮助学生能够更对这个语言有这个控制的能力 我们可以说是学以致用 真的学到了什么 然后要把它release出来告诉大家我学到了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真的要从小开始一直到高中才有办法 真的您所谓的用中文来做他的思考 用中文来做他马上做这样的critical thinking吧 如果不是不是从小像詹老师开始这么小 从幼稚园或者从elementary school就开始学中文到高中才开始接触中文的话 这样的落差会不会很大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老师们正在就是说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学生不是只有就是从零起点开始的 可能进来我们这个班上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语言的这个levels 对它的程度也就是有些学生他们是真的是零起点还有些学生呢他们可能是听力听得不错 还有些学生呢他会说那最近呢我们还听到有些国内有很多的学生这个来这儿新移民 那也许小学四五年级来了五六年级来了家里都是讲中文 可是他到了大学以后他要学 那这些学生我们不能够说拒绝他们来上课 那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应用各种不同的情况 让我们这些学生们能够在这个课程里面用小组的这个设计方式 让他们能够不但是学跟老师学同时还跟他们自己的同伴学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让他们也觉得说有有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学更多的语言 另外一方面他们能够组织让这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这像同伴一样互相帮助的一个好办法 就像我们的study pal一样我们大学时候会有个study pal 然后这些study pal就会跟你一起同时一起成长 因为如果我的中文很好我教了中文不好的学生反而会提升我自己中文的能力 然后我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把中文的能力提升起来 而且像这样子的话呢彼此之间一定他们都有这个他们的弱点 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方法可以让他们能够更有这个当朋友的好处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学的课程里面我们现在非常讲究 能够让老师们这个安排学生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group studies 让他们有这些小project做那彼此互相帮忙 而我们呢就利用像是科技的这个运用 还有呢像是说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教材的这个使用 让学生能够利用这些然后来自己自动自发来学习语言 所以其实在高中啊或者是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小组分散的方式 让大家一起轮流的来当老师轮流的一起学习 在小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study group吗 会的会的我们其实非常重视我们叫他做合作学习 所以我们不是像传统的学校一样这样一排一排的做着 我们是一小组一小组大概有四个到五个学生坐在一起 然后可能分组的时候会让比较强程度比较高 中文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坐在一个地方 它会帮助中文程度可能在中等的地方的学生一起 他们可以一起合作 然后比较弱的同学可能会坐在对面 所以四个人可以一起讨论 可是其实说实话教中文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困难 在下一节天下中文谈里面我会告诉大家 其实教中文它的困难度到底在哪里 而这些困难又该如何的来突破 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中文谈 在上一节天下中文谈里面呢 张老师还有位老师跟我们提到了许许多多 现在学习中文的现况 可是其实不管是大朋友或是小朋友们 学习中文都有困难 所以你们现在总共有几个老师 我们现在总共我们学校总共有十一位中文老师 可是十一位老师还是不够用 对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会再增加一个年级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到七年级 国中部门七年级 那明年就是要再增八年级 那我们像幼儿园班的话已经扩展到四班 那一年级扩展到四班 那一年级要升到二年级就要再加一班这样子 所以师资就一直要找老师进来教书对不对 那你们的师资要怎么找呢 为什么师资会这么的不足 我们的师资的话像在加州的话 需要去考California Credential 然后要教中文的话 还要再考一个中文的B class 所以有蛮多个考试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还要去当Student Teacher 不是你考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来当老师了 你需要半年的时间当Student Teacher 那这段期间你是没有薪水的 所以可能是这样子比较少有人愿意当老师 然后再多讲一点就是真的当上老师之后 他那个薪水也不是特别特别高 我们这么讲 而且说实话 尤其是教比较年纪比较小的这些老师们 其实体力上面的负荷也是蛮重的 是的 而且你需要非常多的爱心跟耐心 爱心耐心 你要很多很多的idea 因为你不可能一成不变 每天都用一样的唱歌啊玩偶啊教他们 你这样子他们久而久之也会变得很无聊 Right 为老师这边呢 您有什么样的瓶颈 我们这边的话就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生了 当然 因为说实在的在老师来讲的话 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训练是蛮够的 当然高中的老师事实上现在也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呈现起后 因为很多老师现在也有一些是退下来了 希望有更多更有活力的老师来继续担当这个责任 那除此以外呢 我觉得在我们的大学来讲 因为我们刚刚说大学的这个等于说学生下降的这个比率比较明显 那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课程来讲实在应该做更多的调试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再做很基础的一些 像中文一中文二这种一般性的课程 我们应该能够安排一些特别着重于服务各种不同的这个项目的 像打比方我们的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要来学中文 他们可能就是希望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工作用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特别设立一些像是商业的或者是甚至像媒体 媒体的中文 或者说能够现在很多的这个加州很多需要医护人员 那我们医护人员里面希望有双语的 我们应该做一些像这种双语的课程的这种医疗的训练 那么这样子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符合他们的需要来学我们的中文课 而不是说全部都挤在一起 还是学基本的课程 这样子很可能很多的人就会更希望能够继续学习 除此以外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文化方面来讲应该做更多的加强 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大文化的 应该是配合我们现在西方的文化的一种比较 能够让大家能够慎思啊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文化之间的比 之间的这些如何融合的一些问题 那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在学中文以外 他们也会考虑到再怎么样来做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认知认识 那么这样子的话让学生们在上课就更有意思了 那当然了现在好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technology的这个帮忙 很多的这种媒体啊很多的这个电视啊都介绍了很多 所以我们大学我觉得大学老师最需要的是我们如何利用现在的所有各种不同的资源 能够帮助我们学生能够组合在一起 能够让他们能够学到他们要的 那么这样子才是我们最需要做的 就是除了学以致用 我觉得其实教学要与时并进 我们不可能不能够再停留在五年前十年前这样的教学方法 因为学生真的已经差十万八千里了 差一年就已经差很多了 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五年前十年前 没有办法利用新媒体 没有办法利用手机 没有办法利用电脑 来这样做教学护长的话 也许学生他的学习 他那个想要学习的那个力量 可能就会减少了很多 除了师资不足之外 张老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其实蛮多问题 真的 对啊 我怎么现在只是大学的影响你一小脚而已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课本 ok 是有课本但是非常limited 我们还是要一直去寻找说 到底这个适不适合我们小学 适不适合美国主流的小学 那有时候我们还要去研究里面的图片 适不适合我们现在多元化的 学生的背景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里面的图片 然后还要在内容也是 怎么样才可以刚好 因为也是公立小学 要看看合不合适 common core standard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考量的 所以那其实教材不足这个方面 那您的resources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可以我们会自己做research 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去看看其他的厂商给我们的一些samples 对我们会利用这些samples 然后我们会试试看可能别的学校在用什么书 我们也会互相讨论 这样子 这样子做老师好辛苦哦 说实话 因为first of all 你要考两个credential 做两个credential之后 你要做student teacher 对不对 然后student teacher之后 当了真的当了老师之后 你完全没有resource可以帮助你 你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来 每天上课八个小时之后 回到家还要做教具 然后找教材 然后还准备第二天的备课 对对 这样会不会辛苦力尽 是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当你看到学生们 像一个不是非亚裔不是中国人的学生 可以忽然间讲一整句中文 那个感动是不能够解释的 我觉得对 所以我觉得当老师可能就是就是这个命 对不起 就是你觉得你可能钱真的不多 然后其实你的回报率真的很少 可是就当那一个moment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哇欣喜若狂 对 所以就是她的这些学生 将来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 到了大学以后 其实我们一定要能够 能够有真正的这些课程 能够帮他们再继续前进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他们已经开始学到了 一个程度以后 我们的课程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也就是说也许我们的初级组的课程 可以变少 可是我们对这种专业性的文化性的 或者是能够让学生的这个语言能力 跟他们的思考能力 再提升这些课程 应该做更加的这个精炼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讨论的是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些学生们 从小读到大的时候他们不会走 那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 为什么他们不在了 他们为什么读完了这个高中以后 到了大学以后 他宁愿就选第二语言 那怎么回事 所以这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我们常常 老师有做很多各种不同的研讨会 最重要的这个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了 我们希望能够用各种多元化的一些课程 跟教学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们 从前小学学了中文 他到大了还是要学 即便是他将来不用再读这个中文课了 他还是想回来再听听看中文 如果我们的老师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就成功了 就非常欣慰了 而且其实说实话 在美国教中文真的是蛮tough的一件事情 虽然有一个中国日 可是你要让学生们从 也许都还不让认识 要开始学拼音 拼音之后还要 他有每一个字的发音都不太一样 而且一个字至少有四五个发音 每一个发音都要矫正 我觉得这个问题 老师面临的也是蛮艰深的一个挑战 到最后我们想要请问一下 其实两位老师教书一定也有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什么是非常想要呼吁家长 呼吁学生或是呼吁大众 如何重视中文教育 我觉得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家长们 能够多鼓励孩子跟老师们 一起来做一些各种不同的活动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 常常鼓励学生能够来上课 来上课来选秀中文 现在好像选中文的学生 好像都觉得还是停留在 就是比较属于课板的 我们要学中国语言中国文化 其实事实上学以致用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怎么说 现在中国的崛起 中文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家长 鼓励您的孩子 还有您孩子的朋友 多来上上我们的中文课 而我们中文老师也会努力的 让我们的课程能够多元化 更有趣更有意思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来学习 这是我的呼吁 佳老师您的呼吁呢 像我们学校的大部分都是 家长不会讲中文 那有一些家长他们就非常认真 可能会到PCC 魏老师课去学中文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意 就是你可以跟着你的孩子一起学习中文 那回家的话 有些教长可能会说 我没有办法帮我的孩子 中文会越来越难 四五年级在写作文怎么办 那现在有很多不同的Apps 可以用你的手机 或者是你可以上网 Google Translate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Tour 也可以帮忙一下学习 我觉得重点就是 家长不要让孩子孤单的学习 因为只是孤单的学习 我觉得这条路会很辛苦 如果在学习的路上有一个办 尤其是家长做办 学起来真的是事倍功半 对不对 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 也非常谢谢詹老师 来到我们天下中文台 跟我们谈到了 其实呢 学习中文其实并不困难 重点是学习中文要持之以恒 因为学习中文呢 它是一条长远的路 不管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要不要停下来 你都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在一些词传续的路上 在一条路上 在一个比较出来 去年轻人之间 一条路上 在一条路上 在一条路上 那种路上 是最好的 人之间